居紅色上衣的男子 從馬路轉彎處走過來 手上有衣服遮眼 遮住的是一把刀 他走到鏡頭的左下方 畫面沒有拍到的地方 遲到砍人 沒多久他又出現了 跑步離開 住戶門口留下一大片的血跡 當時爸爸要帶兩個孩子去上學 被人拿刀砍了 鄰居聽到慘叫聲 以為家長打小孩 沒想到是持刀砍人 事發在台中殺戮 這間透天措 被砍傷的是48歲的林姓男子 他意識清醒 手腳都有刀傷 主要的傷是在右手 右腳也大大範圍的 事業上的部分 右手的部分 甚至於傷及血管 神經 肌腺 韌帶 清晨六點多 林姓男子準備開車 要載兩個孩子上學 兒子念國中 女兒念國小 車子還沒有開動 一打開鐵捲門 凶手持刀過來砍人 把爸爸砍傷了 兩個孩子目睹過程 今生尖叫 嫌犯早就埋伏在附近 拿著一把超過半公尺長的西瓜刀 砍人之後丟了刀子 搭白排車離開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查去追捕 經過七個小時 下午在彰化逮捕嫌犯 是二十歲的流星男子 還在他身上查獲了 K他命跟毒品咖啡包等違禁品 初步調查 雙方有金錢糾紛 TBS新聞 李正成廖反應 吳淑平台中報導 總統新垃圾的決定 如果想知道